台美律師協會將7月27日在橙園華僑民教中心舉辦2019法律專題演講 免費給民眾提供法律及專業演講 將會上任的台美律師協會會長陳秋昌律師就說 協會之所以舉辦這次的法律專題講座 主要是因為特朗普政府上台之後一連串的新政策 對於移民企業稅務及個人資產方面都帶來很大影響 所以協會特意邀請所有會內的精英律師 針對近年來的改變給民眾做一個講解 2019法律專題在談會第二場講座 週日27日星期六下午1點到5點 在橙園華僑民教中心舉行